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字实战讲座 从这个这一节开始 我们讲的是书籍 高级技法的内容 高级技法 大家可以看着高级技法来听这些课 这都是高级技法的内容 好 今天讲的是三大格局 三大格局是什么 扶义格 从格 化格 扶义格是什么呢 是同党或异党双方力量都存在的格局 同党过往 但是异党存在 异党过往 但是同党也存在 就是存在 而且有力量 取用按照什么扶弱异强的原则来 所以称为扶义格 是吧 扶义格比较好人 这里不做过得介绍 从格呢 会从弱和从望 是吧 从望也要从强 从望格是同党太旺 而一党力量没有或者无力 从弱格呢 是一党太旺 而同党有没有或者无力 是吧 我把所有的从格情况列表一下 由于要中不经的可以查看 至于化格呢 化格我不想再说了 因为化格我们直接当作从弱格来看去 化格都当作从弱格来看去 就不会错的 万无一失 好 我这里举个八字 大家看一看 从弱格到化格的改变 比如说这人水 这是根金 这也是根吧 几个例子 都是金 这里原子 这里来个甲银 很明显是神旺 是吧 金啊 水 金是水 是吧 很明显是神旺 但是有两个来卸它 有两个来卸它 是不是就是那个生旺 弹不从望啊 如果这样的呢 有一个营 有一个甲木 是甲子的 来卸它 这种格局啊 还是神旺 但是如果这变成人子的呢 是完全都是水的 根 生 人 子 都是水 是吧 这时候人水太旺了 这就是同望 嗯 还是举着人吧 尝尝 这个颜色看的不清楚吧 那就写的轻松里 写小一点 这里换一下 把人子给擦掉 人换成了什么呢 换成了甲吧 这也是生 这是生 这是子 这是爱吧 这是乙 这个八字啊 四个异党 三个同党 这时候呢 是身弱啊 这是身弱 如果我把这个乙去掉 变成了新呢 还是神弱 我把这亥去掉呢 是不是有呢 还是神弱是不是 但是我把这个子去掉之后 变成了生呢 这是不是就从弱了 啊 通过大家 大家里通过这一个对比啊 力量一个转移 是不是就可以看一个浮义格的身旺 慢慢慢慢怎么变成一个从弱 浮义格的身旺 慢慢怎么变成从弱 是不是啊 这里再说一下浮义格和从弱的取用方法 浮义格身旺呢 一般来说啊 取异党为用神 什么是异党啊 什么时商财官 是不是啊 一般取同党为继承 硬比 是吧 从弱格呢 一般取什么啊 取什么时商财官 是不是什么 用神 取硬比 什么为继承 是吧 从弱格呢 一般取什么 硬比 为用神 和时商财官 为继承 当然 这里有个特殊的就是时商 就是时商 时商如果刻到官的时候 很特别 身旺的时商客官为大班 身落到时商客官啊 为身官 或者说那个财运好 是这个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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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